海贼王,以藏将会死在鬼岛,收枪由山志继承。 毫无疑问,在最新移化的海贼王中赤翘九霞成为了焦点,他们的突袭对凯多造成了巨大的伤害,在这九个人当中,以藏的存在是令人感到意外的,或许他的出现是命运的安排,在他第一次和警卫们相遇时。 二人还没来得及许就,警卫们便问他,即便是命丧于此也没有关系吗? 以藏回答,自己已经错过好几次赴死的机会了。 听到以藏这么说,相信很多人都有所感悟,他所指的应该就是顶上战争以及两年之中和黑胡子的决战吧,这两次战争时的白胡子海贼团的力量几乎损失殆尽。 而以藏依然活了下来,这对于他来说算不上什么值得称赞的事情,因为自己的伙伴一个接住一个地离开了,只有自己还在够活于事,这对于以藏来说甚至是一种耻辱。 活住的人永远最痛苦,他们不仅要承担死去的人所带来的悲伤,还要忍受其他活下来的人的猜测和质疑,但是这没有办法,既然活了下来,就要坚强地走下去,这一次,以藏选择了最初的路。 他回到了和之国,决心和最初的伙伴一起完成对凯多的讨伐,但是这一次确实是凶多吉少,从以藏的话中我们可以感觉到,这次他很有可能真的会死在这里,死在他的故乡。 如果他真的会死去,对于他而言并非坏事,因为他完成了自己的最想做的事情,最后还留在了故乡,这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奢侈的,当以藏离聚以后,他会留下什么呢? 我想,除了他的意志以外,他的武器也会保留下来,我们知道以藏的武器是一把手枪,倘若这把武器真的留了下来,他的下一个主人会是谁呢? 我想大概率是山智,可能有的人会问,以藏和山智没有直接的关系,为什么山智会成为这把武器的新主人,这还要从山智的剪纹色霸气说起。 众所周知山智最擅长的就是剪纹色霸气,这一点我们在蛋糕岛片就见识过,而剪纹色霸气很强的人通常都需要一把远程武器,这样有利于能力的展现,手枪就是最好的选择。 而且一直以来,山智的主要武器就是腿,毕竟他对外界称为黑族,但是剧情发展到了现在,山智的腿显然已经不够用了,因此,作者才会强行给他安排了一套战斗服。 让他手脚并用,但是这不是长久之计,给他安排一个新的武器才是正道,而作为厨师的山智又不能拿武士刀,再配合他那天生的身世风度,只有手枪最合适了。 好了,本期就聊到这里,希望各位客观能够喜欢哦,图片来源网路,金山。 如果您喜欢本文,欢迎点赞、评论和分享哦,感谢您的支持,后期会持续更新精彩的动漫内容哦,如有不同意见,欢迎来留言哦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再见。